那么中美的关系 在刚刚德海的形容当中 是没有理由恶化 因为恶化对谁都不好 但是现在欧巴马解决的 第一个属于外交上的issue 显然不是美中关系 因为美中关系没有明显利剑的一些纠纷 当然就是中东的问题 中东就是最近哈马斯跟以色列之间的军事的冲突 所以欧巴马第一个电话 打给欧默特 以色列总理 但是在竞选过程中 或者在他对以巴事件发表声明 公开声明的时候 你听得出来 他不像布希总统那样的偏袒以色列 那么他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 有肯亚的父亲 然后在夏威夷长大 又是在印尼这种国家受过教育 所以相对而言 他可能心胸更开放一点 能够接纳各种不同的这个谏言或者是声音 你怎么看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争执 会在他的调停下有比布希时代更好的结果吗 实际上也很难有什么大的进展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是欧巴马的背景来讲 是黑人总统 是他曾经住过这个印尼 然后回教世界国家对他的形象也是比较正面的 任何一个总统来讲都是正面的情形 但是呢 不可避免的 这个美国不是欧巴马一个人控制全美国 他必定还是要按照美国人的信念 美国人所支持的方向去行走 所以呢 他积极介入中东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因为他在竞选中一再强调说他要从中东撤军 要完成中东撤军 从伊拉克撤军的话呢 他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先要慢慢解决 而且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呢 他如果中东的撤军 就伊拉克的撤军不能解决的话呢 他的钱继续烧下去 人可能继续死 这样对他的这个支持率一定降低 然后呢 他在真正的外交政策的重心 反而是比较重视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所以呢 如果伊拉克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他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阿富汗的问题 因为伊拉克的问题 其实他也能够做的也是非常有限 那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他们的这个对打 实际上也是在 就是要看你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不能不给他建国 这问题永远都存在 巴基斯坦不能建国的话 但是问题说 他还是要考量以色列的一些看法 我们可以看联合国的一些问题 美国还是没有 这个托出 真的走出来来批判以色列 没有 所以还是老路线 所以这个非常有限的变化